在8月7日上午举行的东京奥运会皮滑艇进水女子500米双人滑艇决赛中 中国组合徐世晓、孙梦阳以1分55秒495的成绩夺得金牌 并创造了奥运会记录 同为皮滑艇运动员的徐世晓丈夫宋鹏华当天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妻子曾经为付出纠结过很久 自己也做过她的思想工作 最终她决定不为自己留有遗憾 重回赛场奋力拼搏 当时她退役了13年退役 然后17年出来的时候 其实她自己纠结了很久 然后也是我说的 我也做了她的思想工作 然后她最后还是付出了 然后我肯定是全力支持 毕竟都30多岁了 她刚才付出的时候也27岁了 按照你这个年龄应该是生小孩的年龄了 然后最后还是想让她不留遗憾吧 她自己可能拼搏一下 是吧 为国争光 为我们江西人民的争光 记者了解到 徐世晓在2013年退役后 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打拼 已经从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成为了江西南昌一家知名企业的人事经理 决定付出后 她经历了许多艰辛 他刚刚开始付出的时候 他那个手两个手都是全部破完了 很辛苦 付出的时候很辛苦的 他有时候连续好几个晚上都睡不到觉的 徐世晓的主教练彭浩告诉记者 徐世晓此前退役了四年 身体机能实际上已经跟普通人一样 还需要克服包括思想转变 年龄等在内的不利因素 因此 这次能够夺冠非常不容易 是吧 她这个 她的生活规律 包括她的年龄的变大 她实际上的伤病 所以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这个 很多困难 包括甚至我们去年 由于疫情 奥运会的延期 又增加一年的时间 对她这个整个被这样的节奏打乱 她的思想的改变 都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